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谈了一年多,年纪也到了,就顺利成章地结了婚 结婚的时候我没想着要多少彩礼 毕竟只要两个人以后过得好,这个彩礼多少无所谓 我爸妈也不是那种钻在前眼里的人,就只要了六万六的彩礼 还另外又排了好几万的嫁妆 婚后我跟老公用我们工作站的钱收复了一套房子 过得也还不错,我的想法是现在我们还年轻 正式拼搏的年纪,不想那么早地要小孩,把自己束缚住 跟老公商量后他也觉得先把事业稳定下来 再要孩子也不晚 于是我们就一直做着避孕的措施 打算等几年稳定了再要孩子 只是婆婆会有意无意的在我们面前说想抱孙子 我就告诉他我们不打算要那么早 而且老公的大哥家已经有一个儿子 也就是我的小侄子现在就跟婆婆在一起生活 真不明白婆婆为什么一直非要念叨着让我们生 听完我说不生,婆婆一脸震惊 又开始唠叨我只会花钱不知道顾家 也不给他们家留香火 我就奇了怪,我花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 结婚我没要房没要车 婆婆怎么还不满意 周末老公说要回家看看公婆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我就赶紧准备了各种礼品 还个小侄子买了玩具,生怕婆婆不乐意 到了家里婆婆做了一桌子菜 大哥大嫂也都在家 果不其然话题又开始往我身上瘾 嫂子说,女人啊 一过了那个年纪,要小孩会很难的 你们趁着年轻赶紧要 过几年还能生个二胎 我低下头不想说话 想打个哈哈混过去 这时候小侄子开了口 奶奶说婶婶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所以才那么便宜 婶婶明明是个人 为什么说她是母鸡啊 听了这话我脑袋子一下子懵了 没想到小侄子会当众说出这种话 大嫂赶紧捂住她的嘴 让我别往心里去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 婆婆一定是经常这样跟人说 小孙子才这样记住的 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婆婆依旧不开口 板着脸说 我也没说错啊 谁知道你过去是不是得过什么病 说不定就是生不了 才烂上我家儿子的 听了这话我忍无可忍 直接把筷子扔在了婆婆的脸上 说道 我生不生孩子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我嫁过来没要什么礼金 是考虑你家条件 互相理解 你还给脸不撂脸 撒泡尿照照你是个什么德行 婆婆愣在原地懵了 说吧我把碗摔在地上 不顾老公的阻拦 摔门就走了 我决定好好跟老公谈一谈 我想要的婚姻是两个人互相扶持 相互理解 如果婆婆再干涉我们的生活 还往我身上泼脏水 那我也不受这份气 我宁愿自己一个人过 写故事的人只负责悲欢离合 听故事的人只为泪流满面的感同身受 若你有缘 遇见这些故事 纵然我们宋美平生 单凭这些久违的故事 你我皆三老友 北底 并是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